113年市长杯棒球锦标赛14号起 一连三天在国福棒磊球场盛大开大 市长魏嘉燕表示 华联市公所努力支持各项体育活动 期盼在优良的环境里培养选手的成熟球技 进而成为国家级选手 也会在未来努力推广观光运动 邀请国外各级球队造访华联交流 113年市长杯棒球锦标赛14号起 一连三天在国福棒磊球场盛大举行 市长魏嘉燕特别到场主持了开幕式 也勉励所有球员要发挥实力争取佳击 今天是我们棒球的一个市长杯的一个竞赛 那其实嘉燕支持很多的各单项的一个体育 已经非常多年了 那从代表从议员甚至于市长 那刚刚也有在大会说 未来我们希望说可以用运动跟观光去做一个连结 那也希望说很多的一个 来这边参加竞赛的好朋友也可以西加带卷来到花莲 那顺便比赛顺便观光 那可以享受比赛的一个切磋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交流 那同时也可以来到花莲旅游 那再次的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选手 那有好的成绩那也可以验收之前各个时间 那练习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成果 最后有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大家比赛都有好成绩 谢谢各位 这次比赛分为社会主 国中仪主 还有国小组 开幕式当中包括了世代会主席李正伟 副主席黄达翔 市民代表肖明龙 庄一杰 还有县员迪布斯依赖等都热烈出席 市长也制证了参赛礼品 还有颁发优胜队伍奖杯 而一连三天的赛程 要让各组球友都可以在球场上 挥洒汗水 展现球技 借旅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